共军山东号与军机军舰海空联讯 国军公布监控中共歼16影像 以及近距离监控轰6的清晰图片 共军机舰连日绕胎 前一天17架战机越中线 而台湾西南与东南空域 也有43架次共机活动 除了有中共自己操练的科目以外 大概跟台湾的汉光演习 美日的军事操演也可能有所关系 那整个过程当中 台湾都全程掌握 我们空军也用狙击手夹舱标定 山东号穿越临近菲律宾的巴林唐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 正值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 在夏威夷进行当中 与此同时 日本防卫省也征获两艘俄国军舰 穿越宇纳国岛和西标岛之间的海域 向西太平洋航行 那不管是北朝鲜跟中国 在供应链上面 在弹药上面提供给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争机去持续 来去进破乌克兰 或者是未来 他们会同时在印太区域 所造成和兵上面的威胁 我想日本菲律宾 台湾跟美国都必须要有一个 完整的演练跟推演 立委指出 中共与俄国军事行动 已经威胁第一岛电国家 台湾应尽速于美日两国进行联合兵推 因应可能发生的安全挑战 信号列治持千里刘兹营 台湾腿报导 中国军事行动